在連續三片的村系列失利後 青水蟲依舊秉持著自己的魅血和風格 持續著都市傳說恐怖芯片 將場景從山中移到了海上 即為2023年上映的寄怪島 不出所以然 它還是一坨 5月去看了玩命關頭10 因為太難看被老婆剝奪了一年的選片權 這次寄怪島由於日本先上映 我連忙打了一個預防症 先說它很難看 不然我看八成這個10年的選片權都要美了 寄怪島的原型是位於鹿兒島、本島和沖繩之間的燕美大島 有各種豐富的自然資源、優美風景和人文氣息 撇除到有鬼怪 整部片在傳達燕美大島的觀光資源這點上真的做得挺不錯 很多場景都相當的漂亮 不同於村系列都是以都市傳說的全民隧道、取子鄉和牛手作為出發點 寄怪島反而挑上了當地流傳的故事 電影翻譯叫做金女 故事大綱呢 唉…我本來想用雅虎或是電影網的介紹來混個時間 卻發現他們寫的誤導性比較高一點 我還是乖乖結合了日本官網和我自己的說法吧 簡單來講男主角片岡友燕是一個天才的腦科學家 收到了一個腦科學團隊新世界的招待 來到島上參與研發VR的研究 要搜集整個小島資料做出一個虛擬世界 結果男主剛到了島上就發現腰胎來的女組長已經在一個月前意外身亡 測試VR的時候也出現了異常的BUG 一個腳上有鐵鍊的紅衣女子出現在了虛擬世界中 而後各種奇怪事件層出不窮 死亡也隨之到來 當地的薩滿阿婆只說了一句 難道是金女? 就這樣到底金女是何許人也? 與島上這些光怪陸離的情況又有何干? VR研究又隱藏了什麼的秘密? 主角們能否找出解答活著離開這座島呢? 如何?是不是覺得看起來好像很不錯呢? 狗屎呢?雖然我寫得好啊 整部片真的是豈有此理 豈有此理!豈有此理! 島冠麗在說他壞話跟爆雷劇情前還是要講點好聽力 先誇他兩下免得金女晚上來找我啊 至少…至少啦 這片比牛首村和樹海村要來得好看 整體大概跟犬民村差不多的感覺 而且風景很漂亮 不像村系列一堆場景都按不拉基到底給誰看 全力遊戲臨冬城大戰的劇組嗎? 雞塊島也選了一些知名的男女星 至少你影片看不下去的時候還能享受一下自己的推 包括男主角是傑尼斯浪花男子的西田大吳 千乃木版46和AKB48的深居李奈 日劇老面孔的平鋼優泰和才17歲 超新星的當真阿米等等 不過演技我覺得就算了啦 因為我覺得這真的不是他們演員的郭 這個劇本就算你找喬治克隆尼來演也沒什麼要衣 前半依舊保持著村系列的傳統還算不差 恐怖跟神秘感維持得很好 特別是結合了VR眼鏡的部分 你可以感受在虛擬世界裡面隨時會冒出來的紅衣精女 以及現實和虛構島嶼交錯的混亂感 不禁你會懷疑是不是在重建電腦數據的時候 將某些東西帶進了VR世界裡面 中盤也有主角一行人 利用科學解謎的橋段 搜集島上薩滿婆婆的通靈紀錄 來逐漸把缺失的數據填滿 試圖找出VR中BUG的那塊拼圖最後一角 來還原出紅衣精女的真實身份 以及發掘女組長死亡的真相 然而即便有這些可取之處 依舊拯救不了機怪島那糟糕的節奏 跟解謎篇的貧乏還有那不合理 機怪島全長109分鐘和村系列差不多 但相較前幾部都是作死型的主角 這次的片鋼小哥是一個射恐 還是重度的那種 再加上片中的第一女主角原田環 是個死了老爸來島上收骨灰的陰塵婦女 兩人之間大多數的交流幾乎就是 你…我…其實…你並不是…但是… 然後看著遠方的大海數十秒這種 毫無意義跟深度的拖台前對話 那還不如多分點戲給這個身居啦 或者是穿天飾演的團隊女生比較實際一點 再加上小鎮還有個被全村民排擠 也就是村八分的老爺爺辛娜茂 和因為照顧她也被同學排擠的少女金城裡 這兩人的相處也就是那種前言搭不上後語 一度讓我很懷念那種傳統恐怖片 一邊尖叫一邊作死的主角群 至於故事的真相其實也沒什麼大不了 就跟你看到一半大家會猜測的一樣 島上原本就有的金女傳說 是一個貌美的女子被當地富豪看上去做小妾 卻被政公各種虐待 最後綁到鳥居上活活淹死 化為詛咒殺了一堆的當地人 而我們前面提到那個老爺爺 他的母親有一天突然性情報變 每天都要找村人做些害臊的事情 父親受不了自殺 母親也差點要對兒子下手 最後選擇在兒子面前自殺 也因為這件事情導致老爺爺一直被村中排擠 母親被認為是金女的詛咒 隨後研發團隊來到了島上 第一個採取腦內資料建黨的就是老爺爺 也因此將他腦海中的金女 或者是他母親的形象給具體化 出現在了這個VR世界中 更靠著系統從虛構的彼岸來到了縣市 造成許多人的傷亡 最後在主角群的努力下 將連通兩個世界的鳥居破壞 才讓事件平息下來 當然實際上還有很多的細節 但大綱就是這樣了 說老實話 這個腳本還蠻有發揮潛力的 但電影的敘事實在太糟糕 明明前半就是科技造成靈異 後面就直接讓靈異的事件 蓋過了所有的科學基礎 金女是如何拿到空間跳躍能力 她怎麼連接兩種不同的世界 為什麼單機場拆掉鳥居 就能阻止金女入侵 清水蟲通通放棄解釋 片尾的彩蛋 女高中生選擇入海自殺 更讓所有人傻眼 有一說啦 是女孩代表了島上最後的善良 所以她死後 島上只剩下邪惡跟死人 算了 反正連清水蟲通通來的想 我們還是不要浪費腦力吧 不過有趣的是啦 現實中金女傳說最早的文獻 出現在 燕美大島瀨戶內挺 嘉鐵的錫畫上 這部1985年發行的論文 可是金女她的故事和電影中完全不相干 在國際日本文化研究中心的資料庫 可以找到兩筆金女的傳說 第一個是講 在徵兵檢查完後 被金女的怨靈追著 而怨靈的金女是個非常漂亮的女性 有過腰的長髮 背著這個白色的包袱布 第二個故事則是來自明治維新時期 半夜一兩點會看到金女的怨靈 是個背著白色包袱布的黑長直美人 走著走著卻看不到她的腳等等 讓我想想這兩個故事合起來看 金女根本就是個漂亮的黑長直幽靈吧 到底哪裡可怕來著 正所謂只要膽子大 女鬼放慘 為了幫金女平反 我只好來找找看 安美大島的機票怎麼訂 好啦總而言之還是那句老話 清水蟲為什麼拿得到這麼多的資金拍恐怖片 這件事才是最恐怖的吧 喔對順道一提啊 歷代都有出場的大谷領香 這次也有登場 不過是作為一個龍套就是了 今年清水蟲呢還有一片 Mina no Uta 大家的歌在日本已經上映 台灣就不知道了 發展到時候 我可能還是會買票去看 欸等等 難道說清水蟲的恐怖片 看了這些垃圾片的你我 也要負一部分的責任 我是爹 感謝大家的收看 有什麼恐怖片 歡迎大家再推一推啦 我們下次見 掰掰 救命啊 清水蟲是不是有很多片商大佬的落照 啊哈哈哈哈